華人影壇盛世金馬獎頒獎典禮即將登場 會迎接來自各地重量級的國際影星們 晚宴酒會上主辦單位將特別製作 台灣道地的特色美食 集結山珍海味各種菜肴 像這道佛跳牆 幼籃八九種食材熬煮 吃進嘴裡能嘗到多層次的口感 要征服影星們的味蕾 這次金馬獎的菜式主要是 主軸是用我們台灣當地的食材 跟小吃的傳統文化來做結合 觀音那個蓮藕 現在剛好這個季節 剛好是在觀音這邊出來 那芋頭沒有的是大甲的芋頭 也是現在的產期 除了中西市精緻料理 也特別加入觀光客 來台幣吃的知名小籠包 還有世界級的酒釀桂圓麵包 以台灣滋味注入歐式麵包 世界麵包冠軍師父吳寶生表示 這次與金馬獎合作感到很榮幸 他也說選用的食材都是經由驗證合格 沒有食安疑慮 希望藉由這次機會讓更多人認識台灣的好食材 很榮幸能夠參與就是金馬獎這次的國際盛世 那也希望能夠這個麵包代表台灣 然後讓更多人認識台灣的好食材 無論在麵包上還是精緻料理甚至甜點 象徵金馬圖騰造型的小巧思處處看得見 趁著金馬國際盛世展現到底台灣味 要讓國際引人能對台灣美食留下深刻印象 張社記者洪黃君吳亦琳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